Hello 各位发烧友 大家好 元旦假期刚刚结束 你是不是还在回味假期的愉快呢 小悠的工程师们一直激情满满 在新年的第一个橙色星期五 来看看小悠诚意满满的更新推荐吧 小悠推出的单手模式光受大家好评 手大手小都可以单手轻松掌握了 不过即使是小屏幕 大家也是有不同需求的 没关系 本周小悠带来了3.5寸和4寸 两种小屏幕尺寸 进入单手模式 设置以后 即可轻松搞定 有了单手模式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手小了 不过手小归手小 银行卡在手走遍天下全都有 小悠的银行卡首页新增 信用卡申请的服务 目前支持广发银行 光大银行以及中线银行的信用卡申请 动动收纸就可以完成申请 还可以实时查询申请进度 简直是走遍天下的神奇啊 不过小悠还是要提醒你 需要理性消费哦 小资格的经济按钰机 更线中正的方式 也讽一关 富货 重费 重费 pump 御乞 出去闯天下记得要拍好照片做好记录 那些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小又可以帮助你 本周图库推出私密相散功能 有两种添加方式 你可以在图库中长按图片锁略图 点击更多按钮设为私密 也可以查看大图片时 点击更多按钮设为私密 这样图片就不会在图库中显示了 如果你想查看私密相散的图片 就在云相色下往下一拉 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入了 行走天下 上网也是必须的 网络助手贴心推出每日流量限额功能 方知意外消耗大量流量 还可以设置成超额就断网梯形 在安全中心网络助手中 轻松设置每日流量限额 嗯 终于可以骄傲地说 手机在手 流量 我有 在陌生城市 记得打开小米生活 看看附近优惠哦 本周小米生活APP允许被卸载了 当然 也可以在应用商店重新安装 不是小U做得不够好 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优秀的用户体验和服务 留住各位 一大波小米生活优惠正在靠近中 敬请期待吧 小U不仅带来了小米生活 本周主题商店也全新改版了 全新的导航设计 更丰富的主题详情页 还有各种新功能等着大家去发现 后天小米主题峰会就散开了 也等着主题设计师们更好的作品吧 好了 本周的视频 本周的更新就见 果然诚意满满 想了解更多 就关注米油微信公共账号吧 有什么想说的 也给案子 你有关方微博 我们下周再见